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一个比较 比较贵的一个服务器啊 就是一个 芝加哥 美国芝加哥的 三网GIA的一个线路的VPS 他们家的特色呢就是百兆不线流量 还是芝加哥的GIA 比较少见 当然也比较贵 9.4美金一个月 加上税之后呢 用PayPal支付要加税 加上税大概是9.8美金一个月 大家不买的话过来测测 过来就当看一下这期视频 了解一下芝加哥的这个GIA也好 毕竟这个线路比较少见嘛 然后那个芝加哥GIA呢是电信 去程呢是电信163直连 连通呢是HE直连 三网GIA回程优化 三网GIA 然后我支持PayPal 还支付宝付款 我记得好像还支持微信呢 带IPV6 然后我支持三日内无理由推款 这个机器我用下来 因为这家没有佣金嘛 这个十美金有点太贵了 我下午又不准备睡费了 甚至可能会退款 因为我自己平时用机场 用不到这么贵的机器 对于咱来说呢 这个机器适合什么人呢 适合那种 对速度 要求不高 但是对流量每个月要求高的人 这种人比较合适啊 然后对速度敏感的用户 每个月用的流量不多呢 就不用看这台机器了 这个机器毕竟还挺贵的 9.8美金就按照10美金来算吧 大概是60来块钱一个月 然后9.4美金这个的配置呢 是CPU是给了两盒 内存给了1.75G 空间给了60G 然后是百兆不限流量 GIA回程 他们家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是给了你一个创建虚拟机的一个面板啊 你可以 他就分配给了你一个虚拟机 比如说你买的是这款啊 他给你一个虚拟机 这个他给你两台虚拟机资源 就是台数是两台 这个台数给了一台 然后剩下的资源先不提 这个你顶多可以开两台 就这4美金的顶多可以开一台 然后到他家后台来新建 快途创建 啊 创建下来 把你的资源分配好 分配给那个虚拟机就完事了 然后 我这台呢 没分配好啊 他默认分配的 你看 我这台分配的呢 是 默认分配 把内存 还有CPU 还有 这个 都分配满了 虚拟机我也只有一个名额 但是存储 他只给分了40G 但其实呢 是 总共有70G的 其实总共是有60G 然后他家呢 给了IPv4还有IPv6的地址 这个是实用这方面 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VPS实测这方面 这家呢 怎么说呢 这个机器拿来建站其实也不错 像这种GIA的机器呢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可以拿来建站也是挺不错的 这个机器的IO还是挺高的 1G 1G左右的IO建站 不是问题 然后这个速度呢 这个速度不用看 因为我这个机器上午刚开的呢 那个时候还限速是200Mbps 现在到晚上限速 已经和你买的时候是一样了 说的了就是限速百兆 百兆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CPU的性能 两核嘛 单核561分 两核是1015分 这个分数拿来建站也差不大多 然后这个是回程路由测试啊 回程路由测试 这个测试呢 不准 真不太准 有很多 测GIA线路还好 测CMI的话 这个脚本一点也不准 大家就看下面的这个详细 路由测试就好了 这个待会大家进入博客自己看吧 你们能看出来 这个确实是 GIA回程 然后这个是三网速度测试 这个测试呢 感觉参考意义不太大 反正我找了几个人试了一下 这个测试都是商宽测试嘛 然后我找加关测速 试了一下差不多也就是跑到百兆吧 我自己跑也能跑到百兆 需要注意的是这台VPS呢 它解锁迪士尼 但是不解锁奈飞 不过它是解锁TikTok的 解锁TikTok OK 然后这个是上海电信实际的测试啊 这是非网高峰实际测的 然后这个单线程跑到126Mbps 多线程跑到了218Mbps 今晚上就是在10点左右 晚高峰实测呢 是多线程跑到100Mbps 单线程跑到90Mbps 已经完全按照这个官方给的线速来 这么卡着了 这是我山东电信 多线程跑的 然后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接连的速度吧 我现在连的就是这个 这个接连啊 给大家跑个CBTS看一下 跑个单线程吧 毕竟买这种GIA灰尘的机器 它说是百兆 如果万一超速的跑不到百兆那就是问题了 对吧 百兆都感觉稍微有点低的 毕竟这么贵 我这是移动啊 说到我切个网 OK 现在切成了电信快带啊 然后这么来看一下这个速度 先看一下多线程吧 多线程看能不能跑满千兆 这是这个机器物理给咱现在的带宽啊 起速其实并不快 起速这个已经算慢的 OK 这是多线程 正好正正好跑到一百兆 来试一下单线程 这代机器怎么说呢 性能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按理来说 GIA的话这个带宽起速应该 不是这么慢的 现在测起速还可以 但是峰值速度下来了 单线程速度跑到了 66兆 但是刚才那个车友测速来看呢 它是上海电信嘛 上海电信跑的话 它是多线程跑到了一百兆 单线程跑到了九十兆 这个这个数据可能北方电信要差一点嘛 南方电信可能能好一些 是电信用户来买嘛 对吧 有点贵 这代机器真有点贵 就是能用还是能用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给你讲й的 你对他想要快到 我听不懂 我听得太远了 我在这里